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台湾优秀的电影创作及新声代导演 卓县长表示 这部电影经过我们彰化线影视委员会的审核 也要补助它200万元 这代表我们彰化线对艺术文化的重视 也希望有更多的新锐的导演 新锐的作家能够以彰化为背景 为我们彰化做最好的城市行销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是九把刀他半自传式的电影 他在求学过程中 一些很精彩很动人很感人很有趣的故事 我相信这个电影一定能够大卖 我希望我们的柯景腾 能够成为我们彰化之光台湾的骄傲 九把刀表示 我非常地爱彰化 但是我们高兴建政府有行销彰化的意思 所以我就是非常完美的一个结合 所以等下大家看到的彰化 它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拍摄方式 完全都是为了故事好的一个呈现 我也特别为了满足我拍电影的时候 我想看到当年的我 当年我还很高 然后看见当年的17岁的沈嘉宇 穿着金城中学的制服 所以我就奋力地把我的故事 拉到金城中学去拍摄 那真的非常感谢赖校长 就是 真的完全就是一口大意 就是我回金城 然后给我非常好的一个资源 所以今天特别有意义 就是来到 我人生中去过最多次的 台湾戏院 然后来放一场 就是我非常认真 而且快乐拍出来的电影 第一非凡 昨县长最后并制正大麦 给导演九把刀与男主角柯震东 象征电影大麦 并祝福九把刀能成为彰化之光 台湾之光 彰化县政府为促进县内文化观光产业发展 达到城市行销效果 全力支持鼓励影视业者 立线取景拍摄影片 特定定彰化县补助影视业者拍摄影片办法 并成立彰化县政府影视委员会审议申请案件 欢迎所有对彰化县城市意向 有正面推广效益的影视业者立线取景 公益频道 陈文朔彰化采访报道 苗角选择